谢谢你啊 朱小姐 你成功地把我 从一个柔弱文静妹子 变成了像这种 豪迈出馆的都美娘们 曹老师 你还记得 当我多次被查出手机时 对你吹骨头瞪脸的样子吗 当然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妈 今天我们商量一下吧 能不能以后 不要让我在台上唱歌了 妈妈 您前半辈子的路 走得太辛苦了 后半辈子 我来和您一起走 少年收官方合作伙伴 作业帮一课 在家学的名师直播课 少年收官方合作伙伴 得力文具 好品质 选得力 学习当然更得力 本节目由京都念刺安 好声音为你加油 冠名播出 少年收官方合作伙伴 作业帮一课 在家学的名师直播课 京都念刺安 少年说 待会儿见 京都念刺安 少年说 现在继续 本节目由京都念刺安 好声音为你加油 冠名播出 少年说 官方合作伙伴 作业帮一课 在家学的名师直播课 少年说 官方合作伙伴 得力文具 好品质 选得力 学习当然更得力 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 湖南卫视编著 少年说 节目官方书籍 倾听少年说 本月底即将上市 全国各大门店网店有效 记录成长记忆中的 梅子呐喊与诉说 敬请期待 主持人好 哈喽 哈喽 加油啊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连放映国际学校 高中女校 十年四番的吴泰晨 我出生于上海 从小到我们长大 但是我们的普通话 一直讲到的不是很标准 如果非要说我的口音 被谁给带跑偏的 那必须是我的 室友朱小姐 当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初中住校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见朱小姐 大老远的时候 跟我来一句 尿尿尿尿尿尿尿 我当时就懵了 我就以为太以为 想问我洗手间在哪儿 不过我临近的时候 我才听懂她说的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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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快了 好 念快了 这样子啊 然后她就开始了她的东北话教权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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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意思 你在浴室里大喊了一声 啊 然后我就特别着急地去赶过去 我就去问 你怎么了 你说 没事 我打初六华了 对 对 对 她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候 就会跟我说 快过来 这玩意老歹劲了 对 对 下次我们要去哪里玩 我们要去哪里买东西啦 我都会会他们说一句 啥玩 你说啥 咱们去哪儿买东西啊 这啥玩 不过呢 我特别感谢你教会我东北话 不是因为它好玩 是因为 因为你们讲东北话会特别有底气嘛 从而我会有很多自信 所以我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 你成功地把我从一个柔弱的闻静妹子 变成了像这种豪迈粗广的东北娘们 谢谢你啊 朱小姐 爱你哦 用东北话说 叫欺赫你啊 对 欺赫你 欺赫你啊 老A 我想先跟你说 咱东北话是正儿八百的普通话 没有口音你知道不 不能给我整的有的没的 你说啥是啥 你看你刚来的时候扭扭捏捏的 你看你现在炸炸糊糊大的方方多好 我真的很感谢你 爱你 爱你 我上来找你 因为来自澳门的朋友被带飞的历史 大家牵手走 你以后可以开个东北话教学馆 你真的教人超快的 是吗 真的超快的 你应该叫我一声朱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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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阳老师 他人紧张吗 我紧张 我怕他吐槽我 因为他今天上我惹我生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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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你能力加油 我第二了 我第二了已经 不行了 放场了 那现在齐全吗 哥哥姐姐好 Fighting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九年十一班的韩吉硕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以前的我是别人口中的坏孩子 藏手机 打架都不在话下 但是我既后悔又感谢这段黑历史 因为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警醒台 给我发警醒牌的人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 曹老师你还记得吗 当我多次被查出手机时 对你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吗 当然 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这老师吹胡子瞪眼 胡子挺长 在这里我感谢你 以前对我的教育与支持 但是我惭愧的是 今天上午就在刚刚 我还做了一件 对不起全班的人 也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我 也对不起家人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里我想得到你的原谅 啥事啊 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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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是个坏孩子 其实我很吃惊 这四年来我觉得你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非常善良有爱心的一个学生 然后呢你暑假的时候去做义工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然后社会实践你每次都去做报告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生 谢谢凯琳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十一班的同学 珍惜彼此 且行且珍惜 我爱你们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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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吉树你好 哈喽 曹老师好 哈喽 我们刚刚跟陈美老师一直很好奇 他到底干啥了 对啊 今天是说今天上午是吗 对 你是啥事啊 你小声跟我说 发现了 太难过了 就是做了一些不环保的事情是吧 污染了环境 能理解老师一番苦心吗 好 你要不真的把老师给你的这些要求 背后的原因弄明白 好不好 好 这不仅是勇气台 更是承诺台 跟老师做出来的承诺就要做到 好 去吧 好 就给老师握握手 走吧 还真对不起 好了 走吧 说实在话 其实我生气的这个原因 还是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太小了 你知道吗 说实在话 真的对不起 不说对不起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 对你的一个期待 就我们想你越来越好 好吧 然后真的就是说 以这个舞台为正 我们许下这个承诺 我们就要做到 好 好 加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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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姐好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七年二班的黄依晨 好 好 我妈妈有一个爱好 就是平时喜欢锻炼我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最害怕妈妈锻炼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自己独自挑战 坐车来学校上学 有的同学家长都会 让父母来陪同 可是我妈就不一样了 我妈让我独自一个人 坐车来大连上学 中途要坐好几个小时高铁 还要转车 特别麻烦 上学要坐高铁 七年级 十三十四岁 我妈说了 这是为了锻炼你的自主能力性 第二名是有一年 我妈说让我一个人去卖花 当时是一天的一个晚上 我特别害怕 但我又很紧张 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去 三两个小时 一只花都没卖出去 我妈说了 这是为了锻炼我的胆量 排名第一的是 也是现在我特别害怕的事情 有一次她让我 在她组织的婚礼上 给亲人唱歌 当时 可能再比这人还要多 两千人的会场 做戏集 当时汗流的满身都透了 我的天哪 我妈说了 这是为了锻炼我的自信 妈今天我们商量一下 能不能以后 不要让我在台上唱歌了 让我卖花 自己坐着都可以 答应吗 谢谢 谢谢 陈哥 你觉得你自己唱歌唱得好听吗 就有时候 跑调 在六年前你唱过这首歌 中间你再也没有唱过这首歌 妈妈从来没听过 那首歌的名字叫天之大 大家听一听 帮我听一听 看黄一辰唱歌 是不是跑调好不好 好 后来 我去说了这个牌子 妈妈 太厉害了 不要忘了 你如果不唱的话 我这里边有你六年前的录音给大家听 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你是在沈阳店初中 还是在大连店初中 比如说你是自己坐车 还是妈妈坐车 你都是有选择的 比如说这一刻 你是选择唱歌 还是选择直接下来 但是我相信 你愿意做那个挑战自己的那个人 对吗 七年间你从来没跟我唱过这首歌 因为你说你一唱这首歌 就不想看到我哭 我知道你来到枫叶 你经常会非常想妈妈 我相信你一想我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起这首歌 我相信也代表了所有同学们的心声 大家想不想听 想 妈妈 妈妈不配去做婚礼策划的 婚礼主题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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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 对 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 妈妈 你的怀抱 我一生爱的襁包 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 天知道 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天知道 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它 让她的笑像极了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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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棒 你诞生了你自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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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加油 紧张吗 你唱歌这下你这个同学都知道了 以后我估计还得挑战你唱歌 要相信你自己 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对吧 这个是 这主题我可看得厉害了 各位姐姐 你们好 来啦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九年二班的刘东浩 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想给我妈妈一个交代 大约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的爸爸因为生病 永远都离开了我们 当时的我很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爸爸前几天还好好的 忽然之间就离开了我们 更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我想着想着 我发现 其实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死亡 那么既然这样 早死一点还是晚死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尝试了自杀 这一到八就是我做这件傻事的证明 幸运的是我的妈妈及时的制止了我 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的给我劝导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放弃了 因为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 人为什么活着 那一段时间我的妈妈早出晚归 每天去还爸爸生命的时候欠下的债 那一段时间如果每天的生活费是两百块钱 她可以用一百九十块钱来满足我 剩下十块钱勉强地满足自己 在这个假期 我给人家去刷了半个月的碗 洗了半个月的车 我发现挣钱很累 但是我更发现的是 我妈对我的爱真的很深 即便挣钱很累 她仍然愿意 用她自己辛苦挣她的钱 笑着去满足我的要求 人为什么活着 后来我认为 是为了责任 妈妈 今天站在这里 我想对你说 您前半辈子的路 走得太辛苦了 后半辈子 我来和您一起走 我会用一只手紧紧地抱着您 会用一只手从您的羽翼中伸出来 来保护您 好不好 好 谢谢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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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重 嗔 想到了 真的非常地感谢这档节目 这个孩子对我说的话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的 你能突破你的内心 讲出来这个事情 你真的很勇敢 我很为你骄傲 妈妈真的很感谢你 这一生成为我的儿子 你的幸福和快乐 就是我追求的奋斗的目标 妈 您的幸福和快乐 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相信我 我总有一天 我可以做到的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的爸爸在冰团残疾人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工作 爸爸 我为由您这样的爸爸而感到骄傲 我的帅老爸 您辛苦了 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爸爸 我爱您 如果未来我们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逐渐变的遥远 我相信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感谢你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白昊宇 谢谢你 我还想对我最初卖的骑手柯节说 我希望我也能这样好好的学下去 成为一个像你一样优秀的选手 让更多人开始了解围棋 喜欢围棋 我一定会加油的 上微博边看边聊 说出你的看法 上今日头条抖音搜索少年说话题 聆听更多少年真心话 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吧 京都念词安 好声音为你加油 提醒您下期看点 妈妈别再将我累 再多我要变驼背 不快吧 怎么这么多啊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的爸爸被老板拖欠了工资 为什么不愿意动用法律的武器呢 你不在乎自己 是否成了别人眼中的坏妈妈 谢谢你 接受我的不同 我 我想要带着梦去翱翔 也渴望你给我个翅膀 青春的主张并不荒唐 地球的人能请给我力量 书包里装着明天的希望 像月影企划流星的模样 故事继续下一张 年少的声音要肆意飞扬 我曾经和你一样